So, Hello 大家好,我是Technic中文版的本的CK 然后今天呢,非常的兴奋因为Samsung把我带来了New York这里来见证Samsung Galaxy Note 10的手机发布会啦 更兴奋的是,这次的Note 10竟然有两个版本耶 一个是6.3寸的FHD Plus Dynamic AMOLED Note 10 还有一个是6.8寸的QHD Plus Dynamic AMOLED Note 10 Plus啦 两个版本都是拥有这个Infinity O的G中开孔屏 整个Design是非常的独特的,边框也更为窄角了 重点是Samsung一样的坚持不采用刘海屏幕 然后这一次呢,Note 10也把开关按键移到了手机的左边 和声量按键并列同一盘 这一点对我来讲就需要一点的时间去适应啦 然后解锁功能方面有脸部解锁以及Ultra Sonic屏下解锁 这次并没有IOS scanner 底部的话我们能看到的是采用了USB Type-C接口 然后你会发现到3.5mm的耳机孔是不见了的啦 然后如果你有发现到的话是不是 Note 10是采用了三摄像头 而Note 10 Plus则是采用了Quad Camera四摄像头 比Note 10多出了一个紧身摄像头啦 一般上Samsung旗下的S系列以及Note系列 都是搭载同一年所推出的Exynos处理器对不对 不过这一次Note 10搭载的并不是S10的9820处理器 而是用上了业界第一个最新的7nm EUV Exynos 9825处理器 是不是有surprise到大家呢 性能方面CPU比Note 9高了33% GPU方面则是高了42% 然后这一次呢Note 10系列线机我觉得蛮有趣的啦 因为它有很多好玩又实际的功能 比如讲这个Live Focus 以往这个功能只是用于照片而已嘛 不过这一次竟然有了Live Focus Video 然后还有四个模式让大家去拍出来比较Cinematic的画面啦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Air Doodle 这个真的是很好玩 比如说你对着手机画了一些画面是不是 它会确定你的Motion 然后你还可以画出自己很可爱的画面 然后再穿越你所画出的画面 很好玩的因为它是很立体很Chin的 然后Note 10系列也有这个Zoom In Sound功能 怎样说叻就是这样平时我们Zoom In画面的时候是不是 它的声音不可能跟着Zoom In的嘛对不对 不过这一次的Galaxy Note 10呢 你如果Zoom In的话是不是 它的声量会跟着画面越来越大了 是不是很神奇 Go and go 所以如果你发现有人好像在偷偷讲你的坏话是不是 你就用Note 10中进去它的脸 然后你就可以听到它在讲什么了的啦 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多功能的笔记本Note啦 你可以随意更改你的字体 包括颜色那一些 你只要按一下右下角自己去选择你要添加的颜色 然后你自己订在好那些字体了是不是 你就可以快速的export成你要的模式 先给对方了啦 那重点来了 这一次的S-Pen有没有新的功能 当然是有的 这次S-Pen加入了6-axis sensor gesture control 比如说你只要按着你的S-Pen然后往下滑的话 是不是这就是Flip Screen功能啦 从后置镜头往下滑一下就变成前置镜头 然后再往下滑一下就变成后置镜头了啦 以后总算你按着你的S-Pen然后往左右滑动的话 就是更换那个拍照模式啦 也更或者是你按这里的S-Pen的时候 顺时转化圈的话 这个就是它的Zoom in功能啦 是不是非常的实际又方便呢 其实这一次Note 10系列会有两个版本啦 是因为Samsung认为以往有很多用户 真的很想要购买Note系列 因为也很喜欢S-Pen功能 却因为不习惯大屏幕而做不了决定 所以贴心的准备了两个版本的Note 10 让用户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其实呢两者大同小异 最大的差别在于手机的大小啦 以及Note 10拥有8GB RAM 256GB ROM 然后是有3500mAh的电池容量 而Note 10 Plus则是拥有12GB RAM 512GB ROM 4300mAh的大电池容量 配上这个四手5W的超级快充 是不是很大的机会有没有吓到你 这样一来用户就算选择了屏幕比较小的Note 10手机 一样可以拥有到S-Pen那么多功能的一部手机啦 是不是两全其美呢 最后就是这个手机将会在8月23日正式在马来西亚发布啦 配色方面拥有Aurora Black Aurora White还有一个Aurora Glow啦 但是不确定会不会三种配色都一起进来马来西亚啦 然后在结束之前跟你们讲一下我收到的风啦 它进到来马来西亚的价钱啊 应该是有3699 4199还有4799的啦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啦 喜欢的话记得按个赞还有分享 还有记得关注我们Teknit中文版哦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